各位好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已经跟各位介绍过Microbit 什么叫MCU MCU就是微控制单元 叫Microcontroller unit 还有Microbit的功能到底有哪些 它的特点到底有哪些 这个我们都在上一节课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 第二个单元叫程式编辑 我们刚开始让各位练习过2-0的第一个尝试 就是心跳 这很简单 这是一个心 空心 磁心 交替闪烁 那现在在这个章节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Micro線上编辑 Micro是Microsoft的公司 发展出来的 给各位用在Microbit的 程式发展语言 Microbit本身出来的时候有两个语言 一个是Python 一个是JavaScript 然后我们会进入Microsoft的网站 像左边这个就是Microsoft的网站 然后去看看它的编辑器功能到底有哪些 接下来我们会跟各位介绍文字 数字 数字 图示的显示跟控制 还有如何去启动一个程式跟结束一个程式 程式如果存档 存出来的是什么档 Microbit存的档是H1X16境内档 那还有如何汇出档案的链接 如何汇入档案 跟如果你有的链接 如何登入这个程式 那这些都很简单 我们相信小学三年级的同学们也可以了解 因为我们的课程适合小学三年级一直到国中三年级 甚至适合老师 我们有比较深的专题研究单元 那基本的从这里开始大家都可以听得懂 要有信心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教材 各位可以在讲义里面去下载我们这一份教材 教材刚开始介绍各位什么叫做ID IDE的英文叫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完整中文叫整合开发环境 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程式 让你在上面可以拉积木 然后把积木拉完了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程式 可以执行 可以看结果 可以让你出锁 所以IDE基本上它是有四个功能 第一个编写程式 第二个 展示程式执行的结果 然后第三个 除错 所以 这是编写程式执行程式 然后看结果除错 大概四个功能 那 现在几乎所有的程式语言都需要一个编辑环境 就是IDE 那程式语言包括两大类 一类就是编辑器 叫Compiler Compiler 原像C C++ 这个都是 Visual Basic 也是 那这类的语言可以编辑成EXE 各位在Windows看到的EXE 檔案就是从编辑器转换过来的 那我们的Microbit 它是属于直译的程式 跟Scratch一样 它是属于直译的程式 直译的程式 大部分都是 像浏览器 它看一行 解一行 看一行 解一行 这样出来的结果 就叫直译程式 编辑器英文叫Compiler 直译器英文叫Interpreter 好 那 现在坊间的IDE 有像Codeblock 这很有名写西语言用的 还有Eclipse 也可以写西语言 或写App Inventor 还有Visual Studio 这是Microsoft写的 好 反正外面有很多很多的IDE 那我们用的IDE 就是Mac Code 只要你的笔电或桌电 安装的是Windows 10 Windows 10的作业系统 你就可以安装Microbit编辑器 Microbit编辑器名称叫 Mac Code 各位现在看到画面上Mac Code 就是Microsoft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离线版 离线版 也就是你电脑没有连接 网际网路 你也可以编辑程式 知情结果 那要先下载这个软件 把它安装 我现在点进去按Control 各位可以看到 Mac Code 我的Offline编辑程式 那各位点这里 就可以下载安装了 那我们刚开始阶段 都是用线上编辑 所以目前没有下载这里 如果各位有需要 你就自己下载 好 然后再来 好 我们就回去 回到我们的教材 那我们使用的是线上版 那线上版 你一定要连接网际网路 你才可以编辑程式 好 我现在同样按着Control 按这里 它就进入了 大部分的人现在都从这里进来 因为这里方便使用 然后转写速度也蛮快的 好 这个就是你进来Microbit 会看到的画面 好 这个是主画面 主画面 就是Home 然后这里换一层加 那你在这里可以汇入程式 你已经写好的程式 这个都放在它Microbit 用你的 用你的账号 这个机器他会知道 用机器的账号 放在Microbit的 云端空间里面 你只要写过的都在上面 你有存过的都有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 我们现在就要去探索 Mac Co 各位可以从这个网页的 资讯里面去点进 好 开始编码 开始编码你可以按这里 Ctrl按这里 这会进入 开始编码的网站 我这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关 Mac Co 里面人家写好的程式 还有介绍Microbit 大部分你现在在坊间 看到的教材 都是从网站上取得的 这边有写哦 电脑教育师做 MicroSoft Mac Co 包括有趣的专案 及时的结果 以及适合 不懂学演程度的积木编辑器 他指的就是Mac Co 然后文字编辑器 文字编辑器指的就是 Python 跟Java Script 然后 各位可以进来点点看 好 我们现在就继续往下走 这里也有介绍他们的资源 老师们如果要教学 可以从这边取到 有关它 软硬体的一些资源 这边有一些课程哦 这课程就是给人家做的 这个做了一个 机器人的样子 那这个是 MyCraft CS 叫 Mac Co for MyCraft MyCraft也是 应该就是 早期为了 积木城市出现以后 让学生能够了解 积木式语言的编辑的一个环境 叫MyCraft也很有名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 一些专案 电路这个要用电路制作 这边有电路板 大概可以控制这部车 自动开到车房吧 好 我们来看我们的教材 那各位可以点进这里来看看 这个网站里面有哪些 因为我们把链接都放在这里了 这边有入门 各位如果有信息可以慢慢看 不过这个就是我们收集的 各位看我们的教材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有讯息的教学 好 接下来跟各位讲这些显示与控制 Microbit 这个板子可以显示文字 可以显示数字 还可以显示图示 那我们的程式现在就在这里了 各位可以看 在这个地方 然后各位可以按我们的链接 或者看我们的教材 我们来看教材好了 我们的教材 那教材里面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显示与控制 我就打开一个浏览器 在浏览器上面打 MyCrobats 好 这时候同会进入浏览器 那进入浏览器以后呢 我们都建立各位从这里的language 然后打香港繁体 好 然后再来个程式吧 好 然后呢 最后就从这里来个程式 这边有它官方参考文件 又一些教学的课程 老师们可以进来收集一些资料 好 我们比较简单的从这里进来咯 进来又进去这个界面 这个就是它的家 我们叫home 这是它的家 然后如果我们要写程式呢 来写这个程式叫 my second code 第二个程式 好 就是我们现在各位要来练习的这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我们一打进来以后呢 我现在可以把它存成链接 share这个链接 那各位就可以取得链接按这里 好 那就已经有链接了copy 我们把这个链接放到我们的教材上面 好 这里 程式的链接在这个地方 好 各位看到就是我现在做的链接咯 把它存起来 那各位点进链接就会产生这个程式 好 然后这程式我们刚开始呢 它是英文的要换成中文也很简单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language so could you please change it to complex chinese 管底中文 那我已经写好了程式了 这次怎么写的呢 这个重複无数次我们暂时没法 那你进来以后它就会显示 Jerome 好 已经跑完了 然后机器人因为是中文 所以这个点数是不够的 它没有显示 你如果买那个萤幕 小型萤幕1.3寸 好像7697吧 或者是1.8的萤幕 它可以用彩色的小萤幕 小小的 好 那接下来差不多一个 一个手表的 的表面那么大而已 就像这样 这样小小的一个 那我们如果按下A的时候 因为程式现在是在执行 我们按下A 它会出现0 然后1 好 如果我们按下B 它会闪烁 就一次而已 好 那这就我们写的层 这层怎么写呢 我先把它拉开 这把它开 原先是这样 这个也把它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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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先这一个呢 这个是本来就有这两个 那这个是你按下红色 它就有这一个 把这一个按出来 然后再把它按出来一次 它是换这里就有V了 你点这里就有A或V了 那原来是A 我们把它改成V 改V 现在显示文字 它是从这里拉 在基本里面 它有一个显示文字 你把显示文字在这里 你把显示文字拉出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机器人 我也是写机器人 写中文 你也可以自己拉 显示文字 然后再把它写机器人 好 看一下文字 好要这样 按中文 然后这边把它打机器人 机 器 人 好 那这个我们就做好了 这个如果做好 不要就把它按右键 可以把它删除积目 这个按右键可以删除积目 好 接下来是显示数字 显示数字也是在这里 它下面有显示数字 就把这个拉键拿拉两次 那这个就进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显示图示 显示图示 其实用这里是蛮方便的 那这里有一个显示图示 这图示自然以后 它可以有各种图形 你可以选择 我们是选择这两个 这一个跟这一个 那中间要将它暂停秒数 在基本里面 它就有一个暂停100毫秒 就是0.1秒 这样它会有显示的效果 这样它会有显示的效果 好 这个也可以把它杀掉 这程式写好以后 它就会执行了 你把它按这一个三角形 它就会执行 你按正方形 它就停了 你把它执行以后按B 但是要让它把原来的字写完 所以要浪费一点时间 好 现在是B 它是一颗星 然后在这个 我把它可能选错了 我把它改一下 本来是要按这个的 然后再来一次 Hello 让它把Hello 跑完 就会显示的零形了 好 零形 然后再来小三角形 好 那这点下程式就停止了 好 接下来看看教材 好 我们已经讲完了 控制已显示以后 启动跟结束 那启动就是按这个三角形 结束就是按这个四方形 好 四方形的方块小点 那也就在这个萤幕上 如果你按这个 就是启动 这个 那你按这个 就是停止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这个程式 就在这里哦 就是你把它按一下它启动了 启动完了以后它就没做事呢 在等你咯 你按A它就执行A 你按B它就执行B 好 好 再来看看教材 存档 要存档怎么存呢 要存档 你可以存成三种档案 第一个就是存在你这个 帐号的区域 它会存在帐号的区域 下一次显示的时候 你执行过的程式都会在上面 好 这是命档名 这个地方是给你命档名的 也就在这里 我叫my second code 我的第二个程式 好 再来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 那 你如果按这个完了以后它会出现 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加码 它存在这里的 它会存在这里 好 我们再往下 这一个就是你要储存的存档 存到哪里 存到你的 接着你的记忆区 我们这个是没有 没有登录账号 但是它会记得你这个电脑 你下一次进来 还是会进到你自己的区域 那这个是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 你把档案按下载 它就下载了 好 它已经下载到我的电脑 它下载又会放在哪里呢 被放在下载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它会放在下载 你有一个地方叫下载 就这个程式 好 各位看到 一直在这里 本机 底下有一个下载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 那名字叫 microbit-mysecondcode.hex 这是档案型代叫hex 好 第三个它档案存在哪里呢 我来看第三个 你存在了以后它会存在这个地方 因为刚才还没有存以前 存完后放在这里 这是存在你的电脑 刚才你讲过 你按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是给你存到 Jet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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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它是一个 云端空间 让你放你自己的程式 你也可以分享给别人 好 这个就是JetHub 然后你按这里的话 可以说明 这里会解释 什么叫JetHub 好 好 我们现在没有放到这里 我们现在目前是放到 这一个云端 你可以分享出去 跟放到你的电脑上面 好 我们再往下看喔 好 那如果我们要汇出 分享链接 什么汇呢 汇出链接就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分享 这个地方可以分享你的链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说这个档案你要分享 这个档案我想分享的 关掉 这是下载 如果你要分享 你就按这里 分享 分享以后名称叫这个 你说花布专案 它就有一个链接 你可以把它复制 这个链接就可以分享给别人了 也可以用QRcode来扫描吧 如果你要写程式做迁入程式 你就按这里 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个动作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如果我们要汇出分享链接 刚才已经讲过了嘛 就按这个地方 分享链接 那如果要汇出档案呢 汇出档案从这里 如果你要把档案交进来的时候 这是画面对不对 如果你要把档案交进来 先走到主页这里 这里有一个汇入 那他有三种汇入 一种是你的电脑叫进来的 汇入档案从你的电脑上 一个就是你原来的分享链接 别人跟你分享链接 你也可以把它汇入 第三个就是从 Jit Hub The Repository 叫做网路仓储吧 数位仓储把它叫进来 好这三个 我们现在如果要交个档案就点这里 然后选择一个档案 看你电脑上面有什么档案 你就可以从电脑呼叫 我在下载里面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 hex的file 这个都是 hex的file都是 好我们就不叫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 最后在我们的 这些这里 你看看在我们自己的状态下面 有很多他的范例 各位可以去找一下他的范例 你什么叫代史 就是扫子 size 这简单的按钮 如果你想看中文的话 你也可以按这里 然后请他显示中文 他会把英文翻成中文 二进制手表 你可以慢慢看 好我们再往下 往下就是 汇入档案 那汇入档案 我跟他说了 从逐页这里 就可以汇入档案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 你也可以点这里的专案 把它叫进来 这是从 刚才我们看过的画面 接下来就登录链接 比如说这边一个链接 你想登录 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或是这个链接Ctrl C 或者你直接点他也可以 直接点这个链接 然后再一个新的画面 这样你才不会 原来的画面跑掉 原来的画面在这里 好这是我们呼叫进来的 那 这个都是模拟器 这里是模拟器 这是我们写给各位的程式 那你可以在模拟器上 刚开始他写Hello 然后你可以按A 等他跑完了以后你按A 他会出现数字 你也可以按B 他会出现模型 但是让他把字写完 好3 好这就是我们教材里面 所谈到的 到登录链接 好这就是我们第二章 有关程式编辑 跟各位做个 比较完整的介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